林书豪以出色的球技刮请林旋风 吸引众多商家前来寻找商机 包括台湾两大计算机厂商 鸿基和华硕都传出要请他来代言 也有运动品牌 也大打林书豪牌 马上进入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剧名播出的《现在台湾》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林书豪在NBA的出色表现 让美国媒体风译 Lincente 也就是零来风 那目前的这个单词 在全球的点阅率已经达到了7.5万次 超过了认证的门槛 也就是2.5万次 所以说呢 Lincente 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英文单词 那么除此之外呢 林书豪的商业价值也随着他的表现 而不断地水涨船高 破格加入新秀赛 林书豪也成了NBA官方的宣传利器 赛前就将林书豪相关影片放上官网 他拿到衣服了 早上7点 我们要请假 然后等一下回去上课 很开心 超开心 因为这里书好的 原本3月初才要推出的NBA官方合作品牌 抢先在2月24号 将250件T恤登台首卖 尼克斯白色主场T恤 上面秀出大大的17号和Lin的字样 一早就吸引球迷冒于抢卖 半小时就卖光 林书豪撞红之后 身价三级跳 根据福布斯杂志估算 林书豪目前市值已经标破5亿新台币 专家估计 林书豪光靠代言 每年进账就有4-5亿之多 林来风这阵风 现在也是刮到了台湾 那么除了各行各业都在使用 好小子的概念以外 还有旅行业者是顺势推出了 赴美加油打气团 不过目前的竞争最激烈的 还是相关企业对于林书豪代言的争夺上 Linsality旋风席选台湾 两大计算机厂商绝力战 又一次浮上台面 红基从2005年就相中 当时还未成名的旅美投手王建民代言 结果一路长红 华硕不想被压着打 除了去年找来周杰伦之外 今年搭着好小子旋风 传闻破天荒 端出上亿元新台币合约金 希望获得好小子青睐 觉得可能现阶段 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先打球 计算机大厂华硕 话说得很暧昧 好好打球的鼓励 就是希望好小子 未来代言品牌能够效益更大 抢搭Linsality旋风 实际上台湾国泰金独具会演 在去年就抓住机会 与好小子合作篮球营等活动 现在还打算发行林书豪NBA联名卡 根据报道 目前向林书豪提出邀约的厂商 是超过了1000家 不过他的经纪人却表示 现在林书豪主要还是以慈善活动为主 至于商业的代言 则是以后再说 我是许晋 现在台湾